台湾空间设计大师唐振泉 让上海的中国楼房 华丽转身 百年来 十里洋场上海 一直是大陆最靠近世界的城市 因为它最具国际观 又加上地理位置 气候桥间与台北接近 所以成为台湾最有实力的设计师 增路的据点 也是他们准备要发光发热的大平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我从认识空间开始 我就认识当设计师了 虽然算你在这行业也快三十年了 但想的是最近几年才去大陆 去大陆大概有三年多了 我知道台湾的设计师 特别是室内设计师 在大陆都备受推崇 对 你可以告诉我原因是什么吗 其实原因应该也蛮多的 但一般来讲 当然就是说 比如说台湾设计师 其实他的素养 他必须从硬装 软装这个部分 他都要去学习 对 那大陆那边 他其实他大概就分 硬装的设计跟软装的设计 软装设计师真的懂 硬装在设计什么吗 所以像这个部分 可能就是台湾设计师 这个部分会比较成熟 所以台湾的软实力 在大陆 如果是室内设计这块 被受推崇 是因为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细节你们都会 对 其实我真的喜欢在大陆做设计 为什么 其实我喜欢大陆 并不是他的市场大 我真的喜欢是 大陆的他的那一个舞台 那个感觉其实是我 对我而言是一个设计的生命 所以那个舞台应该是 他们的接受度 Range更宽 对 可以让你天马行空的 把你的设计的想法 全部放到空间里面去 特别像沿海一些城市 我觉得像北京啊 上海啊 广州啊 他们那个想法 跟他们可以接受的 是更可以跟国际舞台接规的了 对 你设计完之后 是不是真的可以 把它完全表现出来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那硬装是谁在做 那软装呢 到底懂不懂硬装在思考什么 嗯 那这个部分已经是一个困难点 再接下来就是说 软硬装结合之后 然后施工 嗯 也没办法去落实 其实非常非常困难 所以认真讲起来 如果在大陆你希望设计师的 那个设计图跟3D图 可以百分之百落实在你家 你要买设计师的脑 请记得工程也用他的手跟脚 帮你一起包 最重要让他了解你 你得到他的心 那这个房子设计出来 就会更像是你的家 对 而不是一个样板房 对 唐振泉设计师要介绍上海的第一个个案 屋主张小姐曾经输出过 三次打掉重新装潢的惨痛代价 才找上了汤大师 忠常他老楼翻新的梦想复院 那你这次上海的这个女屋主 她其实之前听说她两到三次 都是自己买图 然后自己再去发包 对 类似她了 到最后完成之后 跟她的想象的落差非常非常大 所以这一次还是觉得说 找到我的时候 比如说像她喜欢运动 可能会踩脚踏车 可能设计在客厅的一个角落 然后外面还是有一片花园 类似这样的东西 确实都可以在她的生活当中 怎么去把它表现出来 特别一提 我喜欢他们家楼梯的空间 我对那个楼梯 我有不同的一些想法 因为当我上去的时候 我发现二楼它其实 没办法有采光 我们是不是用反向的另外一个思考 透过当二楼的私人的这些房间里头 然后让你的整个人上来楼梯之后 整个心情实际上是很沉浸的 所以她这次装潢就是把设计图 然后一直到这个后来工程的部分 甚至到后来家具软件都请你帮她包办 我相信她应该会是愉快的这次的经验 不会再那么劳迷伤财 把自己搞那么累了 不会 接着我们要看到汤大师的这个案子呢 是栋屋林二十二年的三层楼老爷树 屋主徐先生因为经商的需要 想要把它打造成为招待会所 Chim觉得他的酒窖设计坦承经典 你知道你给我看到这一户的3D图 我好惊讶 因为那好多的设计会 看到图人都会 原来可以这样做设计 觉得厉害跟妙就妙在 这一次的酒窖 你把它设计在 那个是透明的子弹电梯吗 对 你的想法是什么 对 其实就好像说 酒窖不一定要很传统 对 我觉得在这里 它既然是一个会所 其实你从一路口 然后你坐电梯 不管我要上二楼 到三楼 主卧房这些地方 其实你会透过这个 它的整个透明电梯 你会看到周围 也是另外一种飘高的感觉 所以在这一户当中 我发现它主卧室的 开窗的方法 我也好喜欢哦 开窗的东西 其实一般来讲 除了说通风采光 但是实际上 它还是有它的美学 它的尺寸 应该怎么这些比例 其实也是设计里头 需要重视的 包含主卧室旁边 那个小小的棋居空间 对 有窗 也有屏风 也有屏风 你知道那种 就是又看得到外面 然后又觉得自己 很有安全感的感觉 接着我们要看到 汤大师的这个案件 整个家的设计方向 是由太太来掌管 走的是欧式 现代混搭风 华丽却不是和谐 大气又显精致哦 接着我们要看的这个空间呢 是一个医生的家 对 那我知道医生的夫人喜欢的东西 还蛮多元化的 客厅我看到了 你讲的欧式有吗 对 奢华 华丽的有吗 我如果没看错 还有点东方的味道 对 包含客厅的灯光 自然光源或者是人造光源 也都要帮他做不一样的感觉 对 那可是你知道到用餐的地方 甚至他的这个小孩子的房间 整个味道又都不一样了 餐厅这个地方 实际上它就比较标准的一个 音试的一个感觉 小朋友的房间基本就是以人文 然后舒适的一个感觉 然后竹后房实际上它又回到一个 音试的一个简约的一个过程当中 所以它跟整个公共区 是完全不同的一些设计 你会发现从我们设计的作品里头 其实每个家真的都是 每个客户他自己心里面所想要的 那这东西当然要透过沟通 然后去了解客户的一些 生活习惯跟需求 最后我们要看到 苍大士登陆的第一个案子 也是让他最堆心瓜的一个暗场 原因就发生在两岸用語不同上 让他的第一次简报 活生生的就当了一回美国总统 也就是做了白宫啦 今天的压轴呢 我们想要来聊一下这个案子 在距离上海大概两百 七八十公里左右的长洲 它其实是我到大陆 然后第一个作品 女巫主她喜欢就是像简约欧式 大概像美式这样的感觉 结果你的简约欧式 过关了吗 老实讲 第一次其实完全不过关 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说 这东西怎么感觉好像没有设计 太简单了是不是 对 这个案子的3D图 我这样子看完 我发现他们其实超讲究的 很多地方的天跟地 都要互相呼应 对 比方客厅 它的天花板 跟地上的大理石 水切图案是一样的 玄关更是让我觉得 那个天花板跟地平 所以其实从天地之间 它之间一样 我们食材也是要做平花的一些处理 每个细节这些 其实都要把它做到位 用餐的餐厅也很明显 天的圆 跟地平那一块水切 天花 要对到 对 然后像它书房的地平 也让我觉得 真的很不一样 像那个棋盘的这样的 就是黑白这样的对平 像这样子一个大胆的设计 老实讲 台湾的客户反而是 不太敢接受 然后连壁面都很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的试听室了 天花板也好 然后地平也好 其实我包括它的拉门 那个衣门 怎样子把这些元素 全部把它融合在一起 包括最后它整个墙壁的 这些线条 它那是很多很多 大大小小的线板堆结起来 堆结起来 其实设计里头就是最重要是 你怎么去把所有的元素 融合在一起的时候 它的品味实际上是维持住的 那我感觉其实才是一个 完美的设计 今天露营的家具店 其实是一个有质感 又兼具美感的地方 相极了有温度的家具博物馆 很多动物的抱枕 更是让人抒压 但是最让倩云开心的是 我居然跟汤大师撞髮型了 这真是太巧了 我很少问 有时候通常来变过 是一样的头发 一样的髮型 如果挪过来的话 就是一个卖刀 这个虚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